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20号公告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接到多方佛教徒的信息 分别反映他们所遇到的 各类不同人不同师的问题 这些问题分别涉及到 某些人的言论和行为 但是对真正的佛教徒 依教奉行的人来说 这些言论和行为 怎么会成为问题呢 首先要明了一个事实 第三是多解枪佛 已经清楚明白的为大家 做了开示法音 并且打开了如来道上的一盏灵灯 寻说了128条之间 告诫大家该如何鉴别 对峙这些问题了测好坏 而且在多解枪佛 第三是宝书最后一页 表题为当今有哪几位 可以代表我收图灌顶 传法开示读生中明确规定了的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也分别发了很多次公告 呼吁人们以佛陀的法音为标准 去衡量一切人和事 很多人都认真学习 并且照着做了 获得了吉祥快乐 出胜利他的效果 但可惜的是 有少数人就是可怜 这些人外表修行 实际上不听佛陀的教导 当他们自己不听告诫 发生问题以后 并没有反省自己是一个 不按佛陀教诫行持的人 反而竟然违背解脱大手印 脱离菩提道 向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翻弄是非 愚迷不醒 不问根本的问题 只有一点 那就是 落入这些问题的师与弟子 都没有真正的学佛修行 把佛陀的说法当成走破场 而边风 不按佛陀教诫行持的人 难道是佛弟子修行人吗 你回答我们吧 你修的什么行 是哪家的教法 按谁的规定修的 大家想一想 不尊佛陀教诫落入人我是非 这根源到底发生在哪里 是按哪家的说辞行事 产生的后果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难过的事实 但是今天办公室再次提醒 这些不按教诫修行的人 第一 第三是多解枪佛的成立 是依靠其佛陀的绝量 成就两千多盘如来正法的法音 智慧的表显而成立的 仅就多解枪佛第三世遗书中的三十大类 就是历史上无甚可及的 正如释迦牟尼佛一样 依靠的是佛陀的绝量成就 念说三藏经书 不需要任何人认证 也是佛陀 对一位佛陀所写的认证 对佛陀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一张废纸 由于写证人比佛陀的成就绝量低得太多 故知好比十六尊者来认证释迦牟尼佛 其文证起到的作用对佛陀是侮辱 但是其认证书对利益众生来说是真意 因为众生理性仍为传统表象 对写认证的大胆们来说 只是正知正见的发喜功德 第二 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间是印证一切修行人的明镜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尊责法王仁波切法师居士 无论持有谁的认证传承 无论是自己或别人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善菩萨 乃至称他是文殊菩萨 莲花生大师 马尔巴大师 宗格巴大师 转世的身份 凡是落入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间的 一定是邪师或骗子 并非圣德 第三 一切寺庙道场中心文法典胆 对凡是落入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间的 任何级别的尊责 法王仁波切法师居士 不欢迎不接待 而要欢迎一切依教奉行 没有落入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间的 任何级别的尊责 法王仁波切法师 及一切佛弟子 第三 多解枪佛多是在法音中明示 在多解枪佛第三世保书中也严正声明告诫行人 第三世多解枪佛不收供养 任何人都无资格代表第三世多解枪佛收供养 可是仍然有一些人致佛陀的告诫于不顾 结果甘愿丧当 喜欢过夜加重 事情过后又来扑树干弄是非 你们不觉得已经脱离修行了吗 第五 第三世多解枪佛开示法音中早已说了 多解枪佛第三世保书上所列的尊责法王仁波切法师们 无论是谁的传传是什么来历的圣者 他们当中有圣者有凡夫 唯一的鉴别就是看他是否持有经过 七师实证现场考核后所发的圣证书 没有七师实证签字发师的圣证书就不是圣德 第三世多解枪佛说 包括我第三世多解枪佛说的也不算数 一切都由七师实证为标准 而且这个七师实证的考核是每年复审的 因为有可能执政人已经犯戒转凡 除非是中地道师之或最高的上学道师之 才不受审核的解枝 当然上学道师之证书你们是见不到的 比如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文书菩萨 律度母释迦佛陀等 见不到这类巨圣 所以就见不到这类证书 第六 凡位持有经每年审核的七师实证 每人发誓签字的圣证书均非圣德 凡位持有中地道师之证书者 都没有资格讲开示 无论传承来源于何等正派 此人开示的法理一定错误连天 导写行人 至于除圣德外的大德 必须延迟戒律 至少要通达修行的道理 深入三藏及空性真理的立地 所有尊者法王仁波切法师阿什里 只能收归音传家行 开光撒尽祈祷祷奖述四五亮 行大悲立他心形 传从第三世多结枪佛处所学的 完整法义仪轨修法或口诀 因为无论从任何派别学来的法 都不一定正确 原因是你的上师也许是威名甚大 但不具胜量 是空有传承的凡胎凡骨 更不具硕士道师之 除非是脱去凡胎斩胜骨 持有圣证书 你们要明白 如果此人都只是一个凡夫 又怎么能讲得出佛法的真理呢 只有据硕士道师之者 才可做内密冠礼 所以作为一个为师之人 无论身份地位多高 只要不具六类师之圣证书 唯一要做的就是在 自身一教奉行的基础上 诸二莫作众善奉行 努力做好一个大德楷模 建立文法典 带领众生公文 第三世多结枪佛的法音 这是你积累功德 获得圣意内密灌顶 或更高进行灌顶 和成就的最佳解禁 没有第二条解禁 第七 准事和传承 不等于接受灌顶传法 接受灌顶学法 不等于以正胜量成就 比如离完到果 得到了进行灌顶 时程之内取得了开顶 虽然实际正道开顶 但犯进行戒 即会失掉胜量 凡缓凡胎 转为凡骨 正因为如此 胜量成就 只要为正觉醒 则不等于以具六类师之 第八 一个人接受圣师的灌顶 与他本人给弟子灌顶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一个离完到果开顶的圣德 只能说明他本人已经得到进行灌顶 自己的头顶已经开了 但是他不具备给弟子进行灌顶和开顶的职格 同样的道理 一个接受了内密灌顶的人波切 只是他自己得到灌顶了 但是他还不具备为他自己的弟子举行内密灌顶的道行 如果他要为弟子举行内密灌顶 他就必须要持有硕士的师之圣证书 第九 第三是多杰强婆在顶圣及密经解脱大手印 十条特别注意的第一条中明文标注 有行人误认为禁诀恶行法 是无上与且密续布置双修法 藏命金刚布法 我经证告错见之人 禁行是清净无构 至高决心胜尽十项现前 决行是圆满究竟的大决 是佛教中唯一能在一个时辰之内 将弟子自我强导 涉入于境界中圆满成就的无上典胜大法 比如限量大圆满 比如非死之死回生法 比如金刚幻体禅 比如贪失诸果定 比如宁丸道果 弟子当下急修急正 这是任何宗派的法都做不到 只需一个时辰几正的 与误认者所谓的密终男女双修毫不相干 而且密终男女双修之法流传于世 图文成书发放乱信 几层邪恶风气已经让很多的人理解误导借用其名义 女行邪恶淫荡物章之时 反之在现实中大家看到所谓修双修者一个也找不到有实证功夫 只会口说大话 不但顶开不了 烛火定也升不起温 五名一顿只有空甲名词而无实体成就 乃至连一般的正量都没有 照下的是无穷罪业累累 解脱大手印不是密终的法 而是佛教真正深入实行大悲力重 至高无上能让弟子达到处处实相渐进 脱离空言戏论 远朝九圣之巅 越过实地远通 执取圣量佛觉的顶圣如来正法大法 快捷成就的无上佛教佛法 第十 有些人提出你们在请法音时受到刁难 阻挡不给你们的事被剪极了的法音 你们束手无策 你们要明白 任何一个寺庙、道场、中心、文法典 都是自身独立存在的 都有权利直接向国际佛教生理总会申请法音 而不需要任何人组织或介绍 凡是没有法音或法音不全的文法典 要恭请完成法音 凡是故意拖延、控制、剪辑法音 而断章取义害人的 都是邪恶行为 在此我们再强调一遍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从来没有请过任何法音给任何一个人 因为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没有自作法音 连办公室听闻的法音 都是从国际佛教生理总会请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大众都能够公文、学习、理解 并按第三是多解枪佛的教导修行 利益大众 这样人们会更加幸福安康 社会会更加发展进步 世界会更加和平吉祥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1年5月5日